我以委托维权骑士为我的文章进行维权行动,前几天写了一篇粽子的科普文章,一个读者的留言,让我思考了很多,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,汤喝米面等变色类主需吃多了,非常容易导致肥胖、汤咬病、脂肪肝、高血脂、心脏病等等问题。 可是,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不愿意听我们的,我们应该怎么做,才能慢慢的改变他们的老观念呢? 说实话,这个问题也一直在困扰我,我家里有老人奶奶,八十多岁了,脑萎缩严重,到年吃大症前期,每天什么都不想吃,就只喝稀饭,吃面条,每次看到我,就苦口婆心的劝告我,你怎么这么瘦啊? 以前胖胖的都好,别傻了,不能不吃乳食啊,再这么瘦下去,会得病的,每次她这么说我,我都微笑着说,没事的,你看看,其实我一点都不瘦,我一身肌肉,这两年,我看着她的身体一天天恶化,我真的该说的都说了,但是,她一点都听不进去,每次看到她,我真的很心疼,就能听天由命了。 我只能这么想,她已经无法改变,就让她开心的多吃几天吧,面对这样的老人,我们真的没有办法,但是,大部分七十岁以下的老人,应该还有希望可以改变的。 自己先做到,如果你想影响你的父母,你要做的不仅仅是低叛,其他改变,也很重要,生活要规律,健康,不要熬眼,爱运动,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,生活状态,还要变得更有耐心,情绪更加稳定, 让他们看到你的改变,你变得更加积极,主动,又耐心,更加关心他们。 你还要多学习,多看,多给他们分享案例,我的文章有很多留言,可以读给他们听。 如果你比较胖,你给他们看低叛后的效果,给他们分享低叛后,你的身材的改变,精神状态的改变,健康指标的改变,只有让父母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,他们才会真的相信。 我们还可以购买血糖仪,直接对比血糖变化,做实验给他们看,吃一碗面,残后血糖飙升,而吃低探餐,残后血糖的平稳,如何和父母沟通,要影响别人,沟通是最重要的。 所有的沟通,70%的情绪,30%是内容。 如果我们不尊重老人家,老人家肯定不会听我们的,一开始和父母科普低探眼时,父母肯定不会接受,我们一定要把握几个原则。 首先,不要攻击父母,不要说下面这些话,你们的观念都是不可学的,淘汰的,太落魄了,不听我的,你们就会怎样怎样。 七次,不要没有耐心,说几句,父母不听,就失去耐心,开始抱怨,那你爱怎么吃怎么吃吧,我也不管你们了,反正我就低探了,这样的态度很不好,你让父母感受不到你的诚恳。 你的变化,他们甚至会认为,你不吃主时候,性格都变了,所谓,精诚所俱,精识为胎,没有诚意,别人是不可能听你的。 这次,不要反击父母,其实,我们在劝告父母的时候,父母反过来还会劝告我们,说低探很不健康。 这个时候,不要反击,当老人说你的时候,一定不要和老人家针锋相对,笑着说,爸爸你放心吧,我好着呢,你可以给他看看体检的结果。 说一说你的状态,记住,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,心平气和,不要和父母争吵,最后,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好,不舍求他们一夜之间改变。 如果他们做不到不吃主食,先改变一下,换成醋粮,最起码升糖慢一点,想办法让他们少吃一点,一日三餐,改成了一日两餐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总之,我们一定要有耐心,让他们慢慢改变,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接受,改变,条件成熟后,陪着父母一起实验。 如果父母比较开明,愿意尝试,可以和父母一起短期实验,因为,彻底的习惯,行为改变,必须先看到效果。 好消息是,低碳饮食的效果真的立竿见影,稳定血糖只需要一个星期,就能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。 血脂小降非常快,脂肪肝改善也非常快,可以先带父母做一个检查。 主要看脂肪肝,肝油三脂,血糖,氾化血红蛋白的重要指标。 一谈半个月后,再做一个检查,效果会非常明显。 了解父母的心态,父母的成长经历和我们不一样。 从他们那个年代过来,经历过吃不饱的日子,饿的时候,他们最想要的就是一碗白米饭,白面码头,一碗香喷喷的面。 不让父母吃米面,一开始肯定是无法接受的。 大部分老人的心态是这样的,不让吃好。 活着有什么意思,你一定要告诉他,不吃米面也可以吃好,其实米面没有什么营养。 只是吃了很爽,因为刺激血糖,刺激大脑,分泌多巴胺和爽的东西,真正有营养,健康的食物很多。 不吃乳时候,我们同样可以吃得很好,一开始觉得吃不爽,只是不习惯,习惯了之后,真的同样可以吃得很爽,很好。 还有一点,大部分老人都知道糖不健康,但是,还有很多人不知道,你捏土豆等甜粉类食物,吃进去,很容易就软化为葡萄糖,可糖的效果类似。 前几天,BBC的纪录片,可以让他们看一下,一碗米饭,就等于20块榜糖。 最后一点,先低碳,先不要求父母高质,不低之就好。 让他们接受低碳难,让他们接受高质更是难上加难。 我觉得,对于老人来说,高质没有低碳重要,如果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,悄悄地坏掉家里的油,换成好的脂肪,橄榄油,椰子油。 这点,我们可能需要破一点被,大部分老人舍不得,只想用便宜的油,几十块钱一桶的植物油护收,真的不要用了。 关键的手龙说,其实,挤住我们的大方向,能让父母慢慢接受下面这几个理念就成功了。 第一,少吃一点,更加健康,不要尝其饱腹,没事要乐一额自己。 第二,精致的糖,里面的富含淀粉的食物,吃多了真的很不健康。 第三,减少哪些不健康的植物油,不要害怕好的脂肪。 只要他们了解了科学原理,你和他们讲解的时候态度很专正,没有针锋相对,他们反驳。 你也微笑对待,相信我,父母也会反思的,一定要有耐心,慢慢来,慢慢灌输知识,所有的沟通都要建立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。 我知道,我的读者里,已经有一些中老年人,已经开始接受低碳饮食,我真的想听你听你们的思想转变。 你们是如何接受低碳的? 低碳后,你们的健康水平,有什么样的转变? 感谢大家的留言,反馈,互动。 最后,祝大家端午节快乐,祝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